Siri 上午摘要 嗨大家好,小鹏 Shotcut快捷指令在 iOS 26 中得到了大幅提升 现在终于可以真正的在快捷指令中去使用 Apple Intelligence 包括总结、校对、重写等等等等 通过自定义操作可以使用 Apple 本地模型或者是 ChatGPT 今天和我一起来看看到底怎么玩 是的,目前仅仅是 iOS 26 开发者预览版的 Beta 1 后续更新迭代后应该还会有很多变化 在会计指令中心 在这里可以发现新增的使用模型 进入以后这里提供了10个模型 比如其中有上午摘要 PDF 文件总结 文档、校对等等 之前快捷指令是可以将文本转为音频的 这里也直接提供了指令 而今天我们要做的是用音频转录为文本 这里我先简单创建一个快捷指令 来看看它有什么好玩的 名字这里我们改一下 就用音频转录好了 在搜索栏搜音频 选择转写音频 接着我们继续搜索 这次是写作 这里我们需要生成文本摘要 点击后面的空格 选择转写音频 最后呢 再次搜索找到快速查看 OK 这样就可以使用了 我们点击运行试一下 选择你的音频文件 我这里是一个两分半钟的音频 可以看到转录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因为它并不通过云端 全部在本地处理的 当然在摘要这里也可以换成其他的 比如创建要点 这样也能快速生成你要的结果 好 我们再来看看pdf文件 同样的新建一个指令 这里我们换一下 找到选择文件 接着再搜索pdf 选择从pdf中获取文本 后面的操作就和之前的一样了 使用Apple Intelligence生成摘要 好 最后就是快速查看 试着运行一下 没有问题 稍等一会儿 即可对pdf整个文件生成摘要 这其中也是可以变换很多玩法的 比如把这里更改一下 换成调整文本风格 后面点击可以选择友好 正式和剪接三种不同的风格 另外现在起还可以直接用iOS 26的智能操作 记录我的口述 并生成摘要 记得点开这里选择语言为中文 快捷指令在iOS26中得到了大幅提升 现在终于可以真正的在快捷指令中 去使用Apple Intelligence 通过自定义操作 可以使用Apple本地模型 或者ChatGPT 当然我们也可以在这里再次变化一下玩法 这里可以让我们使用Apple Intelligence的模型 有三种模型 一个是专有的云计算 再就是本地设备和第三方的扩展 这里就是ChatGPT了 点击这里的简介 可以具体来看一看 关于使用这些模型的具体说明 除了三种模式以外 也包括了日程 提醒事项和照片等等等等 随着Apple Intelligence功能的丰富 苹果也慢慢在开放更多的权限 目前iOS26还是非常早期的Beta1版本 让我们期待后续更新尽早的到来 好 那么今天关于iOS26中快捷指令的内容 就到这里了 我是小鹏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